注意看迷你世界中的烈焰断剑 在它的上方散发着黑色的气息 官方大大说 这是古代英雄与邪恶怪物战斗时留下来的断剑 那么这把断剑的主人究竟长什么样子 小伙伴们你们难道不好奇吗 众所周知 只要我们人类拨动断剑 此时的黑龙就会出现 如果你在烈焰星也见过黑龙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出现的黑龙就会直接进攻我们人类 并且会向我们人类图火球 原因仅仅只是因为我们拨动了断剑 但是到我们杀死这条黑龙以后 这个时候你们再看断剑 就会发现它居然变了 小伙伴们你们看 黑色的气息居然消失了 变得纯净无瑕 那么这把烈焰断剑的主人 它究竟长什么样子 今天我和学姐发现了这位远古英雄 小伙伴们你们看 在他的身上散发的就是和断剑一样的黑色气息 你手机表情包中的第一个就是此时 远古英雄的心情 小伙伴们把他发出来 我们看一下 并且我和学姐发现 这个远古英雄长得非常像卡卡 但是他根本就不是卡卡 因为卡卡的身上根本没有黑色气息 只有这位古代英雄 他身上有黑色气息 并且他被官方大大隐藏了起来 其实他就是烈焰断剑上所写的古代英雄 他其实就是烈焰断剑的主人 你们知道了吗 他就是烈焰断剑的主人